你们输了 没有人会赢 没有人会赢 陆舍 陆舍 他不是陆舍 是至尊 他用第七引我们入局 为的只是夺舍一具最有资格的肉身 好让自己能重现人间 我们都被骗了 江湿天津 江湿天津 西尊 他们想干什么 他的胸尾随跌至仙台境 他们只要通过人杵生命经破天冲命轮 便可既经升华富贵皇位 都这个时候了说点能成统的 怎么办 藏天导好像在移动 云霄圣帝 他要上官圣帝所有人 藏天导要被他撕碎了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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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未恢复全部占领 银梢圣帝还有一些生计 你们两个挡住他们 给我争取点时间 你要干什么 走 小小 你却在心上也 只能交给我 去啊 去 众弟子天灵 与我共戒奸阵 守卫圣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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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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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活出个人下来 殿下 殿下 我的元神虽护得了我自己 却护不了圣地 家都要没了 一个人毒活还有什么意义 事已至此 失控 接下来看你的了 看来 还有人在等着你 你还死不了 谁在说话啊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刚才明明就 一见面就这么多问题 真是不理论 你马上就要回去了 我只能回答你一个问题 好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该怎样才能阻止这场将士天节 禁区至尊 只能被大帝打败了 凭现在的人 还阻止不了 可千年之来 整片东方从未出现过大帝 千年以前没有 并不代表千年之后也没有 可千年之后的大帝 又如何能解救眼前的畏惧 好了 我说过 我只回答你一个问题 现在轮到我来问你 虚空 如果注定要失败 你还会回去吗 注定要失败 当然 飞蛾扑火的意志让人亲美 但毫无章法的牺牲却很可笑 你的速度 是打开时空的钥匙 你究竟是谁 我如何能够信你啊 你不用信我 你要相信自己 现在的自己 未来的自己 大帝 大帝 也就是说 千年之后 我会成为大帝 东方此劫是你的命数 更是你的机遇 你要借此劫难 成就自己 要记住 虚空一生 不弱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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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你 虚空 等我 你回来了 回来了 顺便换了个衣服 洗了个草 尾巴敲上天 打不过就跑